新书快报 在网络时代 我们总觉得所有东西在Google上找得到 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很多东西你在Google上是找不到的 因为没有人上传这个资料 以前很多很多的经典书 在发生历史时刻的写作的那一刻 出版的那一刻 其实没有人偷到网络上 所以我们根本就Google上找不到 我们为您介绍这本书 是爱书人的奇幻旅程 让您看看连Google都找不到 这些西方的文豪 他们写书的时候 各种奇闻异事 为您请到了历史专栏作家安妮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安妮你好 周小你好 这本爱书人的奇幻旅程 有很多很多的切入点 每个都会让我大吃一惊 很多书我都以为我早就知道了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西方电影 常常拿来卖大钱的那种 很重要的智慧财产权的原始的IP 例如说像是吸血鬼 或者是科学怪人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熟 比如说像科学怪人好了 原来它原始的故事 这科学怪人的身份 还有他为什么会生气的原因 根本就跟我们看到电影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书可以让我大吃一惊的书 好多 不晓得里面有没有哪一本书 或者是哪一些很重要的书 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呢 我觉得如果要说到 让我大吃一惊的书的话 可能各位听众都没有听过 它是一本日记 因为是日记的书 它根本就没有名字 这本日记是在写17世纪的英格兰 那说到17世纪的英格兰 它就是一个内战 司徒亚特王朝统治的时间这样 然后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最有名的一本日记 其实是一个叫Samuel Peppies人写的 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里面 他很多背着他老婆 跟各种不同的女仆 上床的故事 所以他原本就觉得 好有趣好有趣 但是有另外一本日记 一直被大家忽略 是一个叫John Evelyn写的日记 他有写到在那个时候的英国 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国王的 那段没有国王同事的时间 就是英国史上唯一共和时期 然后在这个共和时期 是克隆威尔统治的 这克隆威尔是个清教徒 所以他就禁止人们喝醉 然后禁止人们去看戏 禁止一切的娱乐 所以英国人民很闷 导致于克隆威尔死的时候 在他的葬礼上面 没有一个人哭泣 除了狗狗在旁边叫之外 没有一个人哭泣 所以我读到这个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觉得非常好笑 好笑是觉得 这真的是 果然是英国人民 喝酒于乐 大过于一切 然后惊讶是因为 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 这本人记的存在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 之后才知道 您本身很了解 英国的历史 没有想到也有 您没有看过的书 对 没错 永远学不完 这本书叫做 《爱书人的奇幻旅程》 那里面 其实并不是只有八卦 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说他把什么中世纪 文艺复兴 维多利亚 美国欧陆 每一个时期 他都写了一个介绍的篇章 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个段落 非常有趣 是叫启蒙时代 那时候有发明好多东西 闹钟 显微镜 甚至从中国来的茶 发明显微镜的人 为了让跳蚤 可以在显微镜下面 安静的不动 甚至要灌醉它 非常有意思的启蒙时代 在这么多有趣的时代当中 您最喜欢哪个时代 里面有什么有名的经典的书呢 这我想喜欢启蒙时代 而我呢 我就是 因为我是念中古时的 我是比较野蛮的人 所以呢 我还是要跟各位听众 介绍一下 所谓的黑暗时代 这个作者 他其实把中世纪 所有重要的书都写出来了 大家其实对中世纪 都有种误解 就觉得是个黑暗时代 但是 其实就是因为黑暗时代 才有很多魔法 还有很多天马行动的存在 所以 大家知道背武夫吗 拍成很多电影 我记得有个版本 好像安杰丽娜丘利有一眼 背武夫 他是在讲 安格鲁萨克逊的英国 对卡 传说中的怪兽 这样 然后这个背武夫 他只有一个copy 他从历史到现在 他只有这么一个copy 然后被爱苏人藏起来之后呢 就一直放在家中 然后呢 度过了 好几百年 然后活过了伦敦大户 活过了很多战争 最后一直到19世纪 才被发现 能够在这么长久的历史当中 然后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被发现 没错 这真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对 没错 这本爱苏人的奇幻旅程呢 它有个副标题啊 就是在秘密图书馆 窥探西方文豪的奇闻异事 享受一个人阅读的时光 我真的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就完全忘记外面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里面有太多 太有趣的东西吸引我 然后我看到历史上 有好多好多 第一本什么什么的书的时候 我就笑出来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其实历史上第一本的 什么烹饪书是什么样子 或历史上第一个 侦探小说是什么样子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 你看到书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历史上第一个 又很有趣的书呢 我觉得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第一本自撞 在西方的历史里面 我们会说文艺复兴特别重要 是因为大家开始跳脱宗教 开始关心起 以人为本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会画一些 比如说以人为本的故事啊 或者是说到了 伊丽莎白同志时期 他们看戏剧 不再是看宗教的戏剧 而是看就是什么 罗密尔与朱利亚 就是比较人性化的东西 所以看到第一本自撞 我眼睛都亮起来了 这有点像是呼应到 在文艺复兴过后 开始有很多画家 开始画字画像 而且这个第一本自撞 其实是一个女性 她叫Marjorie Kemp 然后呢 她其实一个非常浅诚 侍奉上帝的人 所以她整本自撞里面 都在写说 她不想跟她 丈夫敬夫妻的义务 她只想好好的 侍奉上帝而已 虽然主题还是不脱宗教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 男人可贵了 而且是女性写的自撞 没有想到在历史上 真的有这样子 一个小小的片段 然后她透露了当时 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情境 因为女性嘛 她本来就在所有的 这个写作者当中 就绝对是一个弱使 没有想到她可以透露 当时的整个情境 那我看到还有一些 很有趣的典故事 说很多的 很久很久以前的书 竟然早就出现了 像是Email 或Yahoo Triple W是几个字 对 是在格列佛游记里面 如果说想要给您一个机会 推荐大家来重新看经典的话 这本书有推荐哪几个经典 是可以值得看一看的呢 好 其实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经典 可能有些不在他推荐的书站里面 但是呢 从远古时代开始讲的话 河马的史诗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伊利亚德跟奥德赛 然后再来是亚瑟王 亚瑟王这个作者 也会写到很有趣 是亚瑟王不是有一个作者写成 他是有很多作者写成 然后呢 每一个时代的作者 他就会加入自己的想象 加入自己对什么未来的期待啊 所以呢 亚瑟王之后才会变成 你现在看到 比如说原作武士一开始 其实并不存在 然后比如说皇后官以为 跟兰斯洛特的奸启 一开始其实也不存在 然后呢 还有曾奥斯丁的 他写过一本叫做历史 他在嘲讽当时的君王 这个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曾奥斯丁一直写了 奥马云偏见啊 什么诺桑爵士 也不知道他其实对历史 非常有兴趣 写了一段全部都是 激进所能嘲讽君王的一本书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几本经典 大家可以瞧看看 您刚听到的是 历史专栏作家 安妮推荐 她觉得有趣的一些 很重要的经典 那其实这本 爱书人的奇幻旅程里头 我觉得是作者本身的个性 以至于这本书 会突然出现一个 很特别的风貌 就是他超爱吐槽的 他会一词吐槽 所有他介绍的书 有没有你比较 觉得有趣的吐槽点呢 有 当然有 他吐槽点实在太多 我现在只能 就是挑其中几个讲 比如说像他在书里的 87月就有讲到 七日坛这本书 讲了很多主题 而且都是那种 恶作曲啊 然后还是那种 有很多比如说 性爱啊的主题 结果呢 作者他最后就想说 他觉得 七日坛里面 有许多极端的叙事 都是扯到身体 最后才会讲到宗教 然后作者就觉得 显然比起 以前的宗教城市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 很大的进步 代表他觉得 你知道 把宗教抛到最后 一个考虑的事项 才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这样子 我发觉你注意的书 很多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对 没错 这个可能是历史读久了 就是希望说 从里面找到一些 比较有人性的乐趣 希望大家看这本 爱书人的奇幻旅程 可以找到自己的经典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历史专栏作家安妮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非常谢谢安妮 谢谢周翔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新书快报